川普历经艰辛 跌破无数人的眼镜 即将摘下大奖 也就是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我们会让美国再度伟大 比任何时候都伟大 我们会有很多开心的时光 我们国家将会赢回尊重 早期就宣布支持川普的纽约州国会众议员克里斯·科林斯说 川普正在缓慢却稳步地把共和党凝聚在一起 合作共识反复倾听 这就是唐纳德·川普 随着我们继续前行 美国将会非常适应川普的 弗雷德·巴恩斯说 一些保守派曾警告说 提名川普会撕裂共和党 但川普却打破了这样的预言 让我吃惊的是 共和党似乎正聚集在川普的旗下 这种聚集方式就在几个星期前 好像还是不可能的 有时 川普似乎也在刻意重塑自己的形象 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主持人梅根凯莉采访时 凯莉提醒川普说 他曾把它叫做花瓶 那是个转推 是的 我那样说了 OK 对不起 川普前方路上仍然面临挑战 他过去的言辞 让一些选民感到厌恶 受到惊吓 赢得他们的支持 尚需努力 当你说到 在美国人看来 川普有什么不好的时候 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性格 他傲慢自大 狂放不羁 是种族主义者 分析人士威廉·高尔斯顿认为 川普在初选时的形象是一个满嘴放炮 不讲规矩的人 他是否能够成功转变形象 让人们觉得他是一个合理可行的总统候选人 这将决定11月选举的成败 我认为 最终美国人在选择总统的问题上 是有规避风险的倾向的 他们也许对现状不满 不过问题是 打破现状的那位替代人选够不够安全 川普看上去越是让人害怕 那他当选的前景就越不看好 不过 就目前而言 川普在全国民调中势头看涨 目前的民调数字实际上已经与他可能会在11月大选时 对决的希拉里·克林顿不相上下 美国之一马龙 华盛顿报道 有海伦播报